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台湾知名的摄影大师张兆棠 目前正在北美馆展出岁月兆棠摄影展 超过四百件摄影作品 从黑白到彩色 传统到数位 张兆棠不只拍下了台湾的历史 更记录了台湾摄影的发展史 想法前卫的大师从一九六二年 就开始拍无头系列 强烈的视觉效果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连林怀明都着迷于他的作品 对着镜头摇头晃脑 呈现出另类的氛围 这个影像创作超越当代 完全没有人尝试过 这是摄影大师张兆棠的作品 无头系列作品 强烈的视觉效果成为张兆棠的代表作之一 这样的东西就比较有点更加有震动的震撼的一个感觉 那在年轻的时候比较有点颠覆性格 所以想做一点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摄影大师张兆棠最完整的个展 占出从一九五九年到现今的作品 他从高中就开始创作 从传统到数位 黑白到彩色 曾获得国家文艺奖 行政院文化奖等多项大奖 他不断挑战时代的美学标准 画时代的创作方式 是推动台湾摄影的关键人物 我是张兆棠的粉丝 张兆棠一直给我的最大的刺激是说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张兆棠不只拍照片 还利用焦黑的报章杂志 制作成装置艺术 呈现物体在身的概念 以及利用日常生活当中 常见的椅子 本机 结合一双更大的双眼照片 让影像产生不一样的思考 对一九六七年来说 是一种非常前卫的做法 就是想说为什么不能把 所谓很严肃的一个艺术作品 变成一个甚至你想破坏它 或者把它放在生活用具里面 让它不要显得那么的神圣 张兆棠的四百多件作品 记录下台湾半个世纪 以及摄影的发展过程 如果这不叫摄影 什么才叫做摄影